高雄有一間娛樂城大廳 在今天凌晨遭到十多名的惡煞衝入 手持器械瘋狂砸電 前後不到一分鐘就快閃離開 而店面是嚴重受損 停在店家門口的三台轎車和兩台機車也被波及 目前警方已經鎖定了涉案車輛 積極追棄相關人等 要了解衝突原因 暗夜裡高雄這間娛樂城傳出巨大聲響 十多名惡煞從四面八方衝來 拿著器械朝著店面攻擊 因為砸電的人把車子停在路中央 阻礙到後方車輛 駕駛還拼命按喇叭表達不滿 十號凌晨五點多 高雄市期限一路上這間娛樂城傳出砸電糾紛 不只店面大廳裝潢受損 保全櫃台的螢幕被砸 擺在店前的攤車也遭到破壞 攤商忙著收拾 跨的都綁著地了 無辜的還有停在店前面的三部轎車 兩台機車 除了前後打破玻璃被砸破 還有的車後照鏡被打掉 整台車受損嚴重 十多名二煞趁著凌晨砸電 而且前後過程不到一分鐘就快閃離開 所到之處猶如蝗蟲過境 東西都被打壞 不及民眾也不敢上前勸阻 初步瞭解不排除細陰與該大樓 抹傷家有消費糾紛所引發 警方初步朝消費糾紛爭辦 已經調閱監視器 鎖定涉案車輛 並積極查棄涉案人道案 釐清衝突原因 記者黃耀明 高雄報導